好 兩位選手在位置就是位於NBA胡人隊的主場這裡 那麼大家可以知道今天就是NBA胡人隊西區冠軍賽的GAME 4 那大家也知道胡人隊現在是處於0比3的劣勢 今天這一場如果再輸的話那就確定淘汰了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到胡人隊的球員目前已經在場上來練習了 那麼這一場比賽可以說是背誰戰啊 不過我們賽前也問了幾個胡人隊的球迷 他們也說了其實沒有想到胡人可以走到今天 因為一路從富家賽打進到了這個西區的冠軍賽 一路走來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容易 當然也會很希望今天可以贏球 但是即便輸球了還是會給胡人掌聲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前幾場的這個比賽 前幾場的這個比賽我們不得不給金塊一個最大的掌聲 因為名副其實的西霸天啊 雙巨頭再加上這一群穩定的猛將 他們已經健職這個冠軍盃了 好我們在上一場比賽呢可以看到 胡人其實已經很有主場優勢了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拿下 就可以看出金塊就是一隻十里 可能看起來就是比胡人還要優秀 而且你也看到了像是Yokic跟Murray 這系列戰完全壓制了Anthony Davis 還有Lebron James 角色球員上呢也是金塊更加的穩定 好再加上呢金塊又有Nikola Yokic 在高位擋拆提供協助 看是要打peak and roll或是打hand off 還是off screen通通都可以 而且呢跟Murray這兩個人的2man game 應該就是現在聯盟最具有競爭力的 好另外除了這兩巨頭之外呢 另外包含了Aaron Gordon Codwell Pope還有Bruce Brown 以及Michael Porter 六人主輪替可以說是穩弱泰山啊 很多人看完了金塊的比賽都說 哇金塊到底How to lose呢 而也知道我其實在東區的冠軍賽 熱火也可以說是on fire 在士官長的帶領下 熱火現在也取得了這個3比0的聽牌優勢了 到底今年的冠軍賽會不會就是熱火對上金塊呢 我們拭目以待 好我們再講到NBA的這個西區冠軍賽 我們就不得不來提一下 我們這次TVBS申請了這一次的這個 NBA西區的這個冠軍賽的採訪證 我在申請的時候啊 聯絡人也來好奇的問我說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申請這一張採訪證呢 因為過去其實台灣的新聞台是幾乎沒有人 申請NBA的尤其是季後賽的這個採訪證 那今年呢也是因為我們非常看重NBA的這個冠軍賽 以及這個西區冠軍賽的這個賽事的發展 所以我也特別申請了 我們也經過了層層的這個申請的關卡 才終於申請到了這一張採訪證 到底今天賽果如何 而賽後球迷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請持續鎖定TVBS新聞網 我們將有最新最及時的報導 以上就是想要最新 我們再把時間就完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